大家好,歡迎回到來《芒響編輯報》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3月16日星期二的早上時間早晨 今集有我許留生,還有我們的澳洲熊仔餅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芒響鐵人加拿大加產生》 各位網友好 我們的22世紀救人網路全能戰士大馬尚馬來勤 各位網友好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紐西蘭Raymond Wong 各位大家好 紐西蘭波羅仔,易德台洋 大家好 好了,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芒響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徵香報》《曬冷氣3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今集算了一個特發新聞 我們從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已經要我們去看的 《藍華早報》變下變下又有新進展,是不是?加燦生? 是啊,剛剛最新消息就是,馬雲他們已經出了 post 就說要賣《藍華早報》,就是現在盛傳,就說要他買了 這麼說,所有人都說的,西方的傳媒呢 就說他是被人逼買的,一定是,但是賣給誰是還不知道的 總之現在傳說,他就要賣《藍華早報》 那不單是賣《藍華早報》,不好意思啊 是阿里巴巴所有的媒體資產都要賣 哦,那不是吧 根據這個華盛頓,不是華盛頓,對不起,說錯了 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是昨天報出來的 嗯,嗯,那現在數回馬雲的媒體有關的東西先 《藍華早報》 《藍華早報》剛才就是,《憂酷土豆》都是他的啊 《華爾兄弟》,Bilibili 嗯,微博也是啊 微博是新浪微博,這個我就不知道啊 新浪微博我就不知道跟阿里巴巴的關係有多深厚啊 這個我就不清楚啊 這個我看的,報導它是有少許的,微博都是它的啊 都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個媒體 還有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哇,那看起來啊 還有湖南衛視 哇,它也有少少股份的 是拆骨的了 那又不是拆骨的,叫它,那你做淘寶就做淘寶了 碰箱就算了,不要搞那麽多事情是吧 是啊,你做支付就支付咯 是不是?就是你做螞蟻就做螞蟻這樣咯 不要搞那麽多其他那些事情 因為應該是之前看到的一樣東西 就是螞蟻集團上市 媒體大力吹捧 是的,用了它自己的發媒體去 就是發達媒體啊,不是說它發毛啊 發媒體去自己吹,吹大它 接著又罵政府啦,亂參與啦 那時我們當然是中中中又中啦 說它,現在曲硬街的啦 有很多隱憂啊,它這趟東西 我們一說有隱憂的時候呢 就有人出來罵我了 就說,哇,你懂什麼啊 阿爺讓它走啊,走得很快啊 尊登啊,你看鎖定了多少錢這樣 好,接著之後,其實就是兩三天之後 我們就中中中有中啦 這個螞蟻集團上市就失敗 那我們還有一條playlist可以去看的 就叫做螞蟻集團是要管的 可以去螞蟻片緝部找回那個playlist出來 那個播放清單 螞蟻集團是要管的,很清楚的那個時序 我們什麼時候說螞蟻集團有問題 什麼時候它上不了市 市序清晰到不得之了 我們就2020年10月31日說 上市吸金背後螞蟻集團的隱憂 那一節我又被人罵到撻皮的 基本上有很多人留言 你懂什麼啊,Raymond Wong 不過那一節其實只有萬多人聽的 那好了,2020年十八 中中中有中 螞蟻集團被約談 國家四部位亮劍 好了,跟著2020年104A 就螞蟻殺亭上市 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長國武平 值得高度關注 就是這樣了 螞蟻集團是要管的 那這位馬先生 都不想他變成一個類似 像香港西方綠一樣的存在 香港西方綠已經為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帶來不少隱患 這隻西方綠 對,沒錯 其實那位馬先生 馬雲旗下的藍組 在修例風波的時候 都是被黃友稱讚他 被黃友稱讚證明了一件事 他就是 站在 不敢說站在他們那邊 但是說的話 都是不夠客觀的 都是佈在一邊的 因為其實基本上 在藍組他們都是用回以前 就算是馬雲入主組也都是用回舊那些人去寫東西的 是的 不單止這樣的 他們裏面的藍組 都有相當數量的西人記者 而那些西人記者呢 他寫文章的時候 看下去就看得很忠誠啦 但是他們呢 很多時候都喜歡玩玩推特的 那我有時都會 我自己本身都有看一下藍組的習慣的 那有時都是 看到看到 看上去上去推特看看他們 這些記者寫什麼啦 哇有些是很鬼 很鬼衰的寫到一些東西 就是 完全就是一個 心亡的人來的 你推特寫的東西 然後就分享他們自己的藍組的文章 藍組的文章很多時候的立場 有時就可以說得是 算是心亡的 啊你猜不到這家報紙呢 是馬雲巴馬旗下的 啊我真是令我 令你覺得 有什麼意義的 匪夷所思的 之前大家記得一件事嗎 就是 佐敦呢 那個封區 就是一個 幾條街就封鎖了 叫人做這個強檢啦 那當時政府又派了一些罐頭的 那些罐頭拍個底呢 就說開封不了啊 沒有罐頭都 其實當時呢 除了香港電台是登的那張照片出來之外呢 就是這份《南華早報》登的了 房屋上 在推特那裡登的 是的 都不想跟它計算的 有時候真的 因為它亂參與嘛 某程度上 不過要講一講《南華早報》那個 YouTube策略呢 它們是很成功的 就是它們的view數是很多的 就是如果以新聞網站來講呢 《南華早報》的view數呢 是頭五位之內的 就是它們這個社交媒體自媒 社交媒體不是自媒體 sorry 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策略呢 是很成功的 它的subscriber 無論是subscriber 和每月的month review 是永遠都是頭三格的 第二、第三名的 我可以說是差很遠的 是很奇怪 是差很多人害怕的 這次中華政府呢 要阿里巴巴將它的媒體生意拆散它呢 我個人就認為呢 就可以起到一個正面的作用 主要就是你不會被一家媒體呢 有一個應該是一家公司 利用它們指揮下的媒體 然後呢就造成一個社會影響 唱好它自己另一範的生意 那這樣你其實就導致一種 所謂的壟斷的問題 那不單止是在某個行業的壟斷 同時它可以 也都可以在一個輿論上造成一個壟斷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對整個的生態呢 就產生一個很壞的影響 其實在西方都是有類似的問題 都是面對著類似的問題 但是西方有管制的 但是西方很多國家都有管制的 譬如在澳洲的話呢 你有某些媒體 你就不可以再買另外一些媒體 但是當然澳洲現在有一個人 就很想打破這些控制 就是一些法律規的控制 那個人就叫做梅鐸 梅鐸就是在西方拆這些法律的頭號商人來的 他經常都找一些文彈幫他寫 解釋為什麼不可以跨媒體呀 現在那個發展這麼厲害呀 現在這些跨媒體 你沒有理由只要我們做報紙的 做死報紙一犯而已 我們應該都可以有電台電視 什麼差事都做了這樣 其實澳洲的法律 這一方面的法律本來就很完善的 但是梅鐸過去的六七年 其實他拆這些法律 拆得挺成功的呀 要求這些法律修改呀 這樣看來中國那邊也是面對著同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也可能很迅速地解決得到 沒有那麼多爭執 現在你看回西方的社會就是 媒體和社交媒體和其他的生意 他們可以製造一個輿論攻勢出來的 而這個輿論攻勢是來自一個私人企業來發出的 很多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大的機會影響了政府的施政 這樣東西中國就沒有被影響到 也都是見到這個問題呀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說是將它分散 就不是說打壓它的 只不過目的呢我相信都是為了 維持一個公平和健康的競爭環境 而你不會說有一個集團 可以捏住一個有自己的私人喉舌在這裏 所以我認為這個決定都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現在傳出這樣的話 在西方的外國的媒體就說 中國現在打壓這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大約就是在螞蟻集團 不能被上市之後就傳出它消失了很長的日子 那有些報紙還在消失第一日消失第二日 這樣數它的日子 其實就一直都沒有東西 都挺黑心的 還有一些更差的就是追蹤它的私人噴射機 追蹤它 咦 今天又去了北京 今天去了海南島打哥爾夫球 連它的行程都要曝光 但是這種我認為都是西方媒體的炒作 就是炒作說現在政府又要搞有錢了 事實就並不是全心就是要搞它的 只不過就是不希望看到一個一家的企業 有一個壟斷的情況出現 而且他們做了一些行為 是真的很過分的 就是阿里系的公司和螞蟻集團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解釋過給大家聽 究竟他們做過些什麼是有問題的呢 在我們的節目是有解釋到的 就不是純粹因為它有勢力 就要打壓它並不是這樣 因為阿里巴巴對中國的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是挺大的 還有在一些網絡醜聞上面 究竟有些什麼角色呢 就是網絡上面傳的那些醜聞 其實究竟阿里巴巴有搞過些什麼呢 不知道 因為阿里其實它還有一些社群媒體的 廣告和廣告的資產 那究竟《南華早報》會誰買呢 那當然有些人說會是中國企業買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應該不會是國有企業買的 就是現在有些人就只是傳 說會用國有資產去買了這個阿里巴巴 應該不會的 因為阿里其實它用了一件事 就是做了一件事是挺不好的 尤其是在這個螞蟻上市的時候 它是很有趣的 它是有些網絡大V 就去攻擊一些說螞蟻有問題的文章 其實最初我都聞到有一股裸裸的味道 就是我看到內地的情況 我才說它背後是有隱憂的 就是因為當時已經很 那個輿論是很一面倒覺得 這個馬雲簡直是財神了 為什麼可以弄到一檔東西出來 是可以凍結這麼多資產去抽它的股票的 這個馬雲是財神來的 是新財神來的 但是呢 當有人搞這樣的連言論 我都知道是奶奶的 因為共產黨是一個無神論的政黨來的 就是你有一個黨員變成一個神 有人說馬雲不是黨員 你說馬雲是黨員 當你有一個黨員變成一個神的時候 被吹捧做一個神的時候 你猜共產黨會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最辱麻就是叫他為了馬雲爸爸 這些說話我覺得真的 而且我已經叫了很多年了 覺得真的無管動啊聽到 還有有關蔣帆的醜聞 那些帖子被人刪得很厲害 蔣帆是誰? 蔣帆是淘寶天貓阿里媽媽事業群的總裁 他有些醜聞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瘋傳呢? 為什麼有些社交媒體會突然刪掉那些 有關他的醜聞呢? 其實共產黨是相當警惕這件事 就是變成你們那幫有錢的人 或者有錢人旗下的人 是完全不受媒體監督的 弗權分子那樣啊 是啊 就是他那件事關於什麼事呢?就是他老婆在微博上面 就要求張大逸 就是一個網紅電商不要招惹他老公 嗯 這樣的 我想言之 他們是可以將公司的產品 來做一些私人的用途 可能是這些普通的小事對很多人來說 但問題是如果是牽涉到一些公眾的利益 而他們用這種方法來操作的話 那是非常之可大可小的影響 至於微博我就說多一點 微博我自己都有替害的 但微博呢 對我自己覺得呢 就一向充斥著 很多那些無謂的謠言 可以說是一個謠言陣地來的 但是呢 過去曼達先生過身的事件 微博是滾動式的不停的傳這樣傳那樣 又說誰的老婆又跟誰的誰的 這些牽涉到 總之牽涉到亨曼達的事件 就在微博上炒得很厲害 是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管制的 我發現是 還有很多的灌水貼的 我很少看微博的 所以連微博 連阿里巴巴有份我都不知道的 坦白說 沒有什麼留意的 說真的不是完全不留意 當它有人在微信上面傳 我就會留意 但是如果微博一個平台 我根本很少看 坦白說 因為太多假消息 其實我知道 一直都是 當然 其他Facebook Twitter 等等都很多 但是微博這樣說 都是很寬容的 真心地說 我覺得微博 所以那些人說 中國沒有言論自由 微博很寬容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消息都是有傳的 當然有些不該傳的 或者是假消息 都會刪去的 不過呢 它刪的時候可能已經遲了 因為中國的消息很快的 中國傳的 這些消息就是 那最後說一說 阿里巴巴是持有微博的30%股份 15.8%的投票權 是微博第二大股 他在2015年馬雲 就用20億買了南華早報 然後還涉足了優浩 芒果超媒 吹頭條 微博 B站 小紅書等等 可以說是一個很強勁的傳媒機構 其實是一個強大的傳媒體構 這次這樣做 可以令到阿里巴巴 減少了在媒體上的影響力 我認為這個是對公眾來說 都是會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不會集中在同一個機構之下 好了 我們這節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節回來再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